大家好,这里是花厨房 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湿气比较重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吃一些生姜 不仅可以驱寒又可以暖胃 常吃的话,整个冬天都不怕冷了 特别是那些手脚特别容易冰凉的朋友 应该多吃一些生姜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生姜非常好吃的做法 做好以后保证你吃了还想吃 首先,咱们把生姜清洗一下 先把生姜用水泡一下 然后在生姜表面撒上一点盐 像这样把它搓洗一下 撒上一点盐可以增加它的摩擦力 这样可以把生姜表面洗得非常干净 而且食盐还能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全都搓洗一遍以后 给里边撒上一点面粉 面粉能够吸附生姜表面的脏东西 用手像这样搓洗一下 像这种比较大一点的生姜把它掰开来 要不中间清洗不干净 像这样清洗可以把生姜表皮清洗得干干净净 清洗一会儿以后 再用流水多冲洗几遍 像这会儿 生姜已经完全被清洗干净了 把所有的生姜放在蒸锅里边 全都放进来以后 盖住盖子 蒸5分钟左右 在锅里边蒸一下 主要能去除生姜的辛辣味 而且保证它的营养不流失 大火烧开以后 蒸5分钟就可以了 打开盖子 把生姜取出来 不烫手的时候 放在案板上 把表面的水分晾干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生姜表皮的水分全都已经晾干了 现在再把生姜全都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找一个无水无油的瓶子 这个瓶子最好是提前消过毒的 再把切好的生姜全都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 往里边倒入大量的陈醋 香醋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咱们家的陈醋 一定要是酿制陈醋 千万不能加酿造陈醋 一般来说 酿造陈醋 都是人工勾兑的 泡出来没有任何效果 在购买陈醋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然后盖上盖子 蜜粉起来 像这样泡上三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非常的方便 吃的时候 找一双干净的筷子 把它夹出来几片 每天吃上几片 下饭配粥配面条 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把这个也可以当做小凉菜 吃起来相当不错 冬天常吃醋泡生姜 对人体亦煮非常多 驱寒暖胃 效果非常好 特别是冬天 容易疯寒感冒 咳嗽 或者是头痛 我们都可以吃上一点 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很多女性朋友 特别容易手脚冰凉 像这个时候 也可以吃上一点 又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 如果家里的人特别多的话 可以多做几瓶 放在冰箱里冷藏起来 吃的时候随时吃 随时拿 非常的方便 而且生姜 买起来也不是特别贵 只要加上一点醋 就可以做出来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花儿厨房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